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如這個圖所示 一個阿特5G的機構中 M1是1公斤 M2是4公斤 當兩物塊高度差1.2公尺時 系統由禁止開始啟動 設重力焦度是10公尺 不計一切的摩擦力及物塊的體積 下列各項合者錯誤 我們看A選項 釋放後系統 的執心距地面 鉛子高度是不是9.6 我們來看看這個系統的執心高度 YC 等於R3 等於M1加M2 分之M1Y1 加上F2Y2 然後他會把它帶進去 M1是1公斤 1加4 分之多少 M1位置是0 就是1乘以0 加4乘以多少 Y2是1.2 所以是5分之4.8 4.8 所以 5945 30 5630 就0.96公尺 但是他說是9.6公分 所以是錯 應該是96公分 所以A選項是錯的 再我們看這個 B選項 B選項 釋放後 各物體運動的加速度量值 均為6公尺 每秒 沒有 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 每個物體的加速度 我們先盯住這個 因為這4公斤比較重 這1公斤比較輕 所以他會往這邊跑 往這邊跑 我們先進入這個 這重力比較大 4G 減掉這個張力是T T 這等於MA 是4乘以多少 加速A 往下掉 這裡的張力比較大 中力比較小 T 減掉Z Z 等於MA A往上 M字1 乘A 因為他是連者 這個長度固定 所以他的交路跟他的交路大小是一樣的 我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 這個就消掉 加起來是3G 等於5A 所以A 是等於5分之3G RG RG是10 這等於10 所以可以約分 所以是等於6 6公尺 每秒每秒 所以B這個選項是對的 照樣看 C這個選項 C這個選項 他說釋放後 系統的直心交度量值多少 他交度的話是往上 他交度往下 所以我這個直心交度 我現在定向上為正 沒有 這交度是向下 我剛剛講錯了 這交度是向上 因為是往下 因為是往這邊跑 往這邊跑 那我定向上為正向下為負 所以是 M1 加M2 分之 M1A1 加M2A2 1加4 這是5 A1跟L的大小 一樣 只是方向相 A是負的 所以負的多少 負的這個A 他加那個4A 這M2是4 4A 那A的話是6 所以是 5分之3 不對 4是往下 1是往上 所以是正正的 這是負的 負的3A A是6 所以 18除以5 18除以5 535 30 5630 所以是負的3.6 公尺 每秒 負號代表往下 他說量值是不是3.6 你就把它取決略值就3.6 所以C這個選項 也是對的 上面看D這個選項 D這個選項 他說釋放後0.5秒 ΔT 等於0.5秒 細統的直心速度量值是不是1.8 那 系統的直心速度量值就等於AT ACT T0.5 A系 A系已經知道是3.6 我們把它取決略值好了 就3.6 乘以0.5 就3.6除以2 3.6除以1.8 公尺 每秒 每秒 所以D這個選項的話是1.8 沒有錯 讓我們看 依這個選項 釋放後0.5秒 系統的直心動量是不是9公斤 公尺每秒 好 那個動量 總動量就是直心動量 就是 MVCT MVC MVC 總質量 MVC 總質量是5公斤 4加1是5 5乘以VCV 5乘以VCV 是1.8 那1.8乘以5的話 1.8乘以5 5乘以5 8乘以5 9 9公斤 M 乘以V 公尺每秒 這是速度的單位 這是質量的單位 所以一一寫一下也是對的 所以選錯的應該是選A